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晃扮演的金歌、冉旭扮演的银歌、高海诚扮演的童歌也都特色烽火 个性相名堂崩美少年们不仅年职能打表演演客圈可品 真正做到了颜值与演技齐飞共鸣 当然要说演技还得安利这群老戏 今年的两部口碑大作 我不是要神不明之辈种 王晃扮虽然是配角 但表现非常出彩身风刀底 他扮演的是心狠手辣 诡计多端的大反派杜恒 在杜恒坐在椅子上睡着 坐着被水哥谋杀的噩梦那场戏中 虽然王晃扮一动不动 但浑身上下都是戏 当他被热梦惊醒 要杀这杀那时 表情和肢体语言都到位极了 在娇口丽座狗诗三中 扮演李丸霸博的果精灵 也是名副其实的演技派 神风刀中 他出演大唐诗人 怀了场舌战唐峰美少年的大戏 台词之多之秘籍之复杂之体 语言之丰富果精灵全都偷住 让人由衷地敢配起老戏谷的实力来 国宝及老艺术家许海山 在神风刀里 扮演先锋道骨的老道 让他一出场 胡须都在演戏 我不是要神中 畏居争作配的杨新明 但神风刀里 戏份虽不得台词也鲜少 他却将人设的属性 拿捏得精准而剔透 出演胡大叔的罗精明 也许你不知道 他扮演过什么角色 但绝对能get得到他的演技 说实话 我也是刷弹幕时才知道 他曾扮演过许三多的爸爸 张国老的扮演者王大志 其貌不扬演技 却可圈可点 那场对阵唐峰美少年的群性 无论温戏 还是武戏王大志 都呈现得游刃有余 神风刀里 邢俊俊杰 曹俊所代表的唐峰美少年 都展示出了他们应有的实力 但是 当他们和老戏谷对戏时差距 还是有得不过 年轻演员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关键是秦俊杰 关小彤 宋义 曹俊等年轻演员 都比较走心 刻苦拍摄神风刀石 他们虚心且认真进步是可见的 如同他们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从青涩到成熟 从落魄到逆袭 从草根到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